9月10号小高支付了2000元 给杭州大麦整形外科门整部 两天后做直发手术前又支付了14000元 小高姑娘21岁是大四学生 她说自己兼职做主播 感觉发际线有点高 上镜会显得脸大 希望直发后可以把长发扎起来 瘦脸的同时显得更干脸 门诊部的档案上 医生的诊断也是小高天生发际线高 说采用微针技术直发 种植2500个单位的毛囊 就是种植比种植之前 那个医生像针一样的东西 在我的脑袋上扎了很多很多下 大概是扎了差不多2000多下吧 因为我种2500多下 对因为我是种2500个毛囊 打麻药了吗 已经打了 已经打了麻药打了肿脏液了 疼不疼呢 我觉得那个扎的不疼 但是我觉得和她的描述是有有那个差别的 她告诉我是不打孔的 此前跟门诊部一位女销售的微信对话中 对方告诉小高 种植比的直径是0.6 0.8 1.0 但是她不打孔直接就种进去了 极差极重 销售没有说种植比直径的单位 小高是理工科专业的 对数字比较敏感 就像我们的一位老朋友 同样是理工科毕业 一听说粉碎到水分子1%大小 就立即反应过来不对 小高的脑门顶上和头部两侧 有密密麻麻的小黑点 小高说那都是针孔留下的疤痕 用手还是有机器 用手 这样摸摸摸摸戳戳 对对 揉摸摸 对 这样戳 是这样子戳 我第一天是反正戳了挺多血的 然后我这手机里面的照片 然后差不多前面两三天 就是满头的卸痂 然后留下来了 然后整个人的脸都已经肿成那种蜜蜂小狗了 什么小狗 蜜蜂小狗 为什么叫蜜蜂小狗 因为很肿呀 那蜜蜂小狗就是脸很肿的呀 小高说的蜜蜂小狗 据说是目前网上比较火的表情包 只见小狗整张脸又大又肿 眼神可怜巴巴的 小高也是借此自嘲力吧 他提供了照片 说是当时刚扎完针 头上留下红黄色混合的液体 红的是血 黄的是肿胀液 我的我的担心是会对我的头皮造成二次的伤害 后来有没有经验看一下这个头的情况 头皮 没有 我是觉得它是一个欺骗消费嘛 他告诉我不打孔 但又打了孔呢 就是退一半的费用 多少钱 我一共花了16000块钱 我要求他退8000 那种子的成活力高不高 现在看不出来 要一年之后再看得出来 门诊部的门头上写着大大的大麦微真直发 一位主管把一心人带到空房间里等着 说会通知负责人 等着等着 房间里更加闷热 记者发现空调挂臂机没有插电 一心人又回到了前台 那边没有空调吗 电线都没插 空调线都没插 我已经通知我们院长了 这时刚刚带大家去房间的主管又露面了 我们院长住在北京 我们这边不接受任何采访 如果你们要采访 提前预约吧 怎么意义 怎么意义 你知道他妈妈送送病吗 在北京还在多走 他却10分钟还在和我封存病 你现在就不在了 然后我 但你们上来就10分钟的时间 他就去北京了 他赶着火车坐北京 不坐火车去 记者还是想争取再多了解一下 对于小高的疑问 机构方面会有何说法 尤其是姑娘提到的操作人员 在他脑袋上扎了2000多下 真有这回事吗 小高姑娘说 对方宣传用种植笔 不扎针 但实际上还是扎了针 她担心伤到头皮 记者也担心 如果真的用手扎了2000多下 会不会有点太费手了呢 现场的工作人员拒绝展示 此前熟门熟路的把一行人带到房间等候 在记者询问时 用的是这样的人称代词 刚在纳闷 这位门诊部员工的朋友起身就走 记者追了上去 小姑娘说你们本来是承诺 她不给她打孔的 这个你不要问我不知道 我也不是这里员工 你问我有什么用呢 这就是你们大卖的回应是吧 这是我不接受采访 你问我也没有 你派我也没有呀 那你负责人电话打过去 我又不是负责的 你问我呀 那负责人电话打过去嘛 我们跟他沟通一下 可以吗 对方又折回前台 说要报警 现在就打 现在就打 他们已经在打了 小高目前已经联系不上 大卖的那位销售了 记者问边了现场工作人员 没有人报警 只好把联系方式留给了前台 那你们负责人尽快给我回电话 是吧 告辞 小高已经把情况反映给了卫生部门 发稿前 记者还在等待 这家位于杭州天目山路 374号龙都大厦的 大卖威甄直发负责人的电话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